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安 歡迎收看今節天氣報告 我是陳兆偉 昨天我們是吹著一些偏東風 天氣比較潮濕 不過今天開始 北面一些冷的空氣 是隨著冷風來到我們元朗地區 我們今天會有天氣的明顯變化 一起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冷風過境的時候 我們元朗地區都比較雲亮多 亦有些雨 我們今天早上的能見度 在廣內是在五千米以下 而在橫蘭島能見度更加下降至一百米 如果是海上工作或活動的朋友 都要注意安全 稍後北風會增大 到時海面又會比較大風大浪 今早大部份地區的溫度 都介乎在18至20度 我們日間預計今天 隨著冷風過境的時候 我們開始日間溫度都會下降 一起看看今天的天氣預測 預計今天會多雲有幾陣雨 而且初時原來會有霧 吹和換的偏不風 稍後風勢會清淨 而我們日間天氣顯著會轉涼 而今晚我們預計 市區的氣溫會下降至15度左右 而新界還會再低一兩度 大家今早出門的時候要多戴衣服 因為晚上回來明顯會凍了很多 我們亦可以趁這個機會 留意身邊的腦友機 或者是有些長期病患的朋友 看看有沒有需要幫忙 未來幾天的天氣 要怎麼一起看看這個天氣圖 看到藍色是一些比較涼的空氣 我們預計未來的兩三天 強烈的東北季後風 仍然會為我們帶來一些涼的天氣 所以我們展望 未來兩三天都會有幾陣雨 而早上的氣溫會在12、3度左右 大家要留意 天氣先講到這裡 再見